在神澳地區,我們有掌管時間以及空間的傳說寶可夢 迪亞路卡以及帕路奇亞 在河中地區,我們則有不一樣的神話傳說 有象徵真實的萊希拉姆 以及象徵理想的傑克羅姆 在河中地區的古老傳說中,有一個國家是由一對雙胞胎以及一隻神龍所構同建立的 雙胞胎的哥哥追求真實,而雙胞胎的弟弟追求理想 而由於目標的分歧,而導致於他們分裂,而最終更引放了戰爭 而使得原本的神龍以分為二,分裂為萊希拉姆以及傑克羅姆 除此之外,在河中地區也有所謂的道之三龍 即是對萊希拉姆、傑克羅姆以及球雷姆的統稱 萊希拉姆是龍屬性以及火屬性的寶可夢 外型就像一隻白鳥以及西方神話中巨龍的結合體 萊希拉姆的外型只有一些特色 例如它的脖子上有兩個金屬光澤的圓環 它的尾巴以蒸汽渦輪為圓形 此外,有白羊寶可夢別稱的萊希拉姆 在道色的理論中代表著羊 而與之相對的就是有黑鷹寶可夢別稱的傑克羅姆 傑克羅姆的整體身軀呈現灰黑色 外型可能是結合恐龍以及西方神話中的龍 而在它的四肢上也可以看見像西方盔甲中的呼吸以及護肩 而傑克羅姆的尾巴是帶有尖刺的圓椎狀 不定讓人聯想起發電機或者是飛機的引擎 而在超頻模式下的萊希拉姆以及傑克羅姆 在他們的尾巴、根部以及頭頂 或者是其他身體的毛髮的尾端 都會發出螢光般的色彩 但就外型來看 傑克羅姆可以說是擁有雄性粗壯的外表 並且與萊希拉姆輕盈以及雌性般的外表 有著極大的反差 而在他們的命名上又有什麼樣的特別之處呢? 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萊希拉姆的日文 萊希拉姆是由白色、白色、白色 並在開頭加上淚而成 而這個字的組合是因為萊希拉姆在物理工房方面 較弱於傑克羅姆 因此選用較為輕柔的淚作為開頭 萊希拉姆 因此選用較強硬的 Z這個字 英文的ZChrome是取之於日文的羅馬拼音 中文傑克羅姆也是直接音譯日文而來 Pokémon GO在12月開啟了全新的調查活動 名勝古蹟的季節 並且開放了萊希拉姆和傑克羅姆的色違回歸 不知道訓練家們已經有捕獲到他們的色違了嗎?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歡迎AR攝影師們在IG上使用 HashtagPokémonYouLife 不要記憶你的照片 你就有機會在影片中看到你的AR照片囉 展示一下 numb 站起 正在剛好 還是 到 摩爾 �服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